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扮演的这些角色 可能人类就可以回归到一个 更加平和 更不焦虑的一个状态 首先呢 我作为主持人 我也想问我们陶芳波先生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这个AI 给咱们机器赋予了 这个自主意志以后 可以在咱们生活中 帮助我们做很多的事情 就像去年疫情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导枕机器人 还有护理机器人 但是我想问的更加具体一点 就是咱们最近的 非常令人痛心的 河南大暴雨的事件 当我们的人类面临 自然灾害的威胁的时候 我们的自主的机器人 能在哪些方面对我们进行帮助 或者帮助我们抵挡自然灾害呢 您能给出一个具体答复 或者说我们老师一块 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河南这次事件 我相信大家都在关注嘛 那从我的视角来看 我觉得在像这样的自然灾害面前 现在的AI能做的事情是很少的 尤其是让它去完成新的任务的时候 它往往需要更长的开发周期 才能来完成 所以在这种应急的事件下 它能扮演的角色比较小 如果未来的AI 真的可以像我们想要的那样 可以变成一种机器意识 我觉得它也许有很多可以发挥的空间 比方说 它是不是可以去帮助那些 桥底下水里淹着的那些 可能生还的人 因为现在的人是进不去的嘛 AI可能它没有生理上的限制 它可能可以进去 但它需要能够理解那样的环境 所以它可能可以去做救援 如果它有一些情绪上的能力 它甚至可能可以去做安抚 去对那些受灾的群众去做安抚 再说的更远一点 也许今天很多资源的匹配 是不平衡的 AI作为一个大脑 它可以去更好地匹配 这些救灾的资源和能力 以及也许在灾后 我们再预防这样事件产生的时候 它可以帮助更好的城市的规划 我想如果AI的能力越来越强 越来越像人的意识 它可以独立完成很多事的话 所有的这些可能性 都可以帮到我们未来 面对这样的灾难 其实我蛮好奇 因为几位老师其实都是在做 比如说我们如何能更好的替代 或者帮助人的一些事情 然后包括我们如何创造一个虚拟的场景 当然这场景里面肯定有些虚拟的形象 虚拟的人物 然后还有我们直接就着眼在人类的样板 偶像这个层面 所以我有一个特别深的好奇是说 第一我们对人是不是有哪些强烈的不满 然后因为我其实是从人的教育 或者说帮助人的成长的角度去做 我们去探索一下人类有没有更好的发展方向 那所以呢就在这很好奇说 第一个是刚才那样的一个问题 引申出来呢就是说 其实大家选择了不同的方向 去创造一个自己理想型或者是怎样 那为什么选这样的一个方向去改造 或者说改变 我没对人类不满 我觉得人类挺好的 结果觉得跟AI好像还不要想象它太多 它也是单独产生了就是产生了 我觉得AI替代人类 它是可以做到很多的 很多我们人类做不到的事情 就比如说就像刚才老师说的 那种强大的那种计算能力 比如说预测天气真正用AI来计算的话 相对来说更准确 当然了人类也有人类自己的优点 就比如说人类的大脑是可以忘记的 AI不能忘东西 它就很难能节能 它就会有它的问题 我首先我说一下第一个问题 其实AI在很多的高危行业里面 现在已经有比较广泛的应用 比如说一些高温 高辐射等等一些环境里面 然后另外一个从情绪上来说 情绪的安抚这一块 其实我也知道国外已经有公司 已经实现了过去的人的重现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网上这个视频 就是你可以再次见到你去世的家人 其实我当时看完我是非常感动的 因为我可能关注这块比较多啊 做内容比较好奇 所以不断地再去看 非常前沿的一些实践性的一些技术跟内容的结合 因为其实我们内容行业 我觉得AI介入我们做虚拟人也好 做虚拟偶像也好 其实我觉得本质是改变了这个行业的一个成本结构 我觉得第一解决了一个是成本结构 那其实我一直觉得商业的创新已经很难再有了 那创新我觉得未来 整个的发展一定是在科研层面 那所以在商业里面创新很难 但是有一条路我觉得可以走的 就是很多商业的成本结构可以被重建 我觉得这是一条在商业上非常好的机会 那所以我觉得AI跟虚拟偶像 虚拟人的结合 其实是改变了内容行业 在某一个赛道的成本结构 以及对人的这种高风险的这种控制 那我简单回答一下你刚才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那个问题还是挺好的 我们为什么要去创造AI 人类社会不好吗 为什么总是想替换掉人 但我首先本身肯定是一个人本主义者 其实我一点都不讨厌人 说这句话很奇怪 好像自己是外星人一样 如果我们真的创造更聪明的AI 它肯定是在替代一部分人 但它替代的并不是我们人类享受的那部分 它替代的是我想到的是两个最有用的 一个是我们人并不愿意去从事的部分 比方说刚才讲的救援 有危险的事情 或者说流水线上的工人 他每天可能真的生活很枯燥 那我们AI完全可以替代掉他的痛苦和无聊 还有一个是我们今天的人类 没有能力去做的事情 就是比如说科学的研究 因为2021年 其实很多科学界的人都认为 这一年最大的一个科学突破 就是AlphaFold 它是第一次可以通过一个蛋白质的序列 来直接预测出蛋白质的结构 可能不了解这件事情的人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意义 以前我们都是要通过好几年好几个月的实验 才能去实验出那个结构来 以后只要给一个序列它就出来了 而蛋白质的结构直接导致了我们怎样去开发一款药物 怎样去治疗一个疾病 而这件事情没有AI是做不到的 但今天AI做这件事情还是在人类的指导下 对不对 是人类告诉他说你要去预测结构 他才预测结构 如果有一天他可以像人一样思考说 我今天看到我们有这些病 我可以尝试更复杂的方法 然后像科学家那样去想 再配合上他强大的计算能力 那么他所达到的科学的效果 是今天的人类科学家也许永远都达不到的 我想这些事情可能是我们更希望AI扮演的角色 而他们扮演的这些角色 可能人类就可以回归到一个更加平和 更不焦虑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我的一些想法 我认为就是如果我对人类有什么不满的话 第一其实就是我们大脑是喜欢偷懒的 我们确实需要有人代替我们 原来用计算机程序 那未来用人工智能 更智能地去学习一些这样很枯燥的东西 然后让他自己就可以去做 然后另外一块呢其实就是顶层的那个部分 就是我们可能通过人类很难去 有一些短时间内有一些突破 其实现在已经人工智能在老师这个层面 它有一部分是可以替代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有另外一部分 那不管从教学的过程 还是从刚才我们说知识的那个层面上 它会有至少目前你很难去逾越或者替代的部分 我提一个问题 我觉得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很实际的问题 我还是想再带回到一个脑洞道中 就是因为刚才我探讨了一个关于未来的文明形态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识存在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那一天来的时候 大家是会怎么判断自己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个AI呢 你没有什么办法 其实在Matrix那个电影上映的时候 有相当多的人对自己开始持怀疑 是不是我的身后是有一个辫子存在的 那其实呢我是觉得就是如果说我们把意识 刚才我说我们还原成心理层面 因为其实刚才这个问题属于自我意识 就是我判断我是谁 我擅长什么我不擅长什么 我需要增加一个自我意识的问题 就是我是不是人类 我还是一个机器 然后以及很重要的自我意识的部分 是我喜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所以我是觉得呢 那在这里面很重要的 大家知道人要想得到这样一个答案 它是需要时间的 在陶老师提这个问题之前 我其实也想说就是 我其实有时候在想科技的进步 会不会其实在加速我们的灭亡也好 推化也好 我其实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重要 是因为我们到底从哪来 这个人类的终极问题 其实我为什么对AI那么感兴趣 是因为我作为一家内容公司 我一直非常感兴趣的是 科技与文化的结合 因为在我看来 文化跟科技发展到顶端是共通的 它们是一件事 那所以再回到刚刚那个问题 如果我们说AI是一个皮囊 那我们是不是一个皮囊呢 就是因为我是相信英国的 所以我们到底是谁 我们的身体跟我们是什么关系 那AI它的载体 跟它的所谓的机器学习的数据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所以对 这是我一直非常好奇 也是经常会思考的东西 但你会发现 它其实不仅仅来自于科技 所谓的科学 它也来自于我们非常 就是文化层面的那些 可能我们需要去发掘的东西 就是灵性的东西 对 这是我其实想补充的 完整版新制视频 请这一刻TalksAPP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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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达楼上一边